幸福是什么? 积极心理学之父给出了一个公式 H等于S加C加V 五分钟读懂一本书 今天读《真实的幸福》 当你站在漫长人生旅途的终点 回首往事 你会认为自己拥有了真实的幸福吗? 还是只是匆忙地度过了平淡无奇的一生? 真实的幸福将打破你的认知 重新定义幸福 帮你获得幸福 1.什么是幸福? 幸福的定义可能因人而异 但赛利格曼提出的生活满意度标准 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方向 比如 你是否曾经在完成一项重要任务后 感受到那种全身心投入 并取得成就的满足感 那正是幸福的真实体验之一 赛利格曼认为 真实的幸福应包括积极情绪 自主的投入和对生活意义的追求 这三个核心元素 以及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成就感 赛利格曼提出了一个幸福公式 H等于S加C加V 其中H代表幸福的持久度 S代表幸福的范围 C代表生活环境 V代表你可以控制的因素 H 幸福的持久度 持久的幸福不是局限于短暂的逾越 而是能让你在长期内感到满足和快乐的状态 赛利格曼强调了区分 暂时幸福和持久幸福的重要性 众所周知 吃甜食会让人暂时感到幸福 但那只是短暂的感觉 真正感到幸福的人 是那些具备持续幸福能力的人 S 幸福的范围 对幸福的感知能力 约有一半受到遗传的影响 这意味着某些人天生拥有更为乐观的心态 倾向于积极地解读生活中的种种 换句话说 每个人的基因在一定程度上 框定了其可能体验到的幸福范围 这种天生的乐观或悲观倾向 构成了我们幸福感潜在上线的边界 但这种边界在某种程度上是恒定不变的 不过 虽然基因设定了基础 但我们仍有机会和途径去增强和提升幸福感 C 生活环境 这里所指的生活环境是一个宽泛的概念 涵盖了经济状况 如浮渝程度 健康状态 以及社交圈层等不易在短时期内 通过人为努力轻易改变的因素 有钱人并不一定幸福 这句话并不只是一句心理安慰 研究表明 财富的进一步累积 并不再显著提升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 健康对幸福感的影响也大也不大 主观上对自己健康状态的判断 往往比客观健康状态更重要 最幸福的10%人群 几乎无一例外地拥有亲密的伴侣 和丰富的社交生活 特别是与家人和好友的紧密互动 是区分幸福者与不幸福人群的关键因素之一 V 自己可以控制的因素 在积极心理学中 自己可以控制的因素至关重要 通过精准地把握这些 处于我们意志掌控之下的变量 能激发内在的实质改变 进而站在你幸福范围内的制高点 这些可控因素 包括了对过往经历的审视 当前生活的态度 以及面对未来的看法 当你学会了以感激与释怀的心态回顾过去 真实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同时以乐观的心态规划未来时 这种全方位的积极心态转变 将极大的提升你的幸福感 并使这份幸福更加深沉而持久 2.如何获得幸福 赛利格曼在书中介绍了两种关键策略 旨在提升我们的幸福感 一是感恩和宽恕 二是突出自己的优势 感恩和宽恕 赛利格曼引用了 R.E.A.C.H.宽恕无步法 这是一种系统的方法 帮助你实现宽恕 减轻痛苦 获得内心的平静 R.E.A.C.H.宽恕无步法包括 Recall 回忆 客观回忆伤痛 避免情绪化偏见 保持对事实的尊重 Empathize 以情 从加害者角度理解其行为动机 认识到其背后的恐惧与伤害 Altruistic 利他 借鉴过往被宽恕的经历 以利他执行宽恕他人 视为一种给予 Commitment 承诺 通过实际行动 如写信 记录等 正式表达并承诺宽恕 Hold 保持 面对记忆反复 坚持宽恕立场 转换记忆的意义 而非消除记忆本身 突出自己的优势 找到自己的优势 并充分发挥它们 是提升幸福感的重要途径 你的优势可能是好奇心 学习热情 判断力 创造性 社会智慧 洞察力等 也可能是勇敢 仁慈 正义感 自控力等 当你找出自己的优势 并发挥它们时 我们的幸福感会大大提升 比如 利用你的个人优势 来规划工作 确保这些优势 在工作中得以展现 这样不仅能增加 你对工作的热爱 还能让原本可能单调的人物 欢发火力 当你从心底愿意投入时 工作将带来深刻的满足感 进而提升你的幸福感 三 结语 传统心理学关注减少痛苦 而积极心理学 则致力于提升幸福 真实的幸福 作为积极心理学的代表作之一 以平时而严谨的笔触 揭示了幸福的真谛与追求路径 阐述了实现幸福的三大原则 和培养六大美德 以促进幸福感的具体方法 总而言之 这是一本旨在引导读者提升幸福感 找到真实的幸福的使用指南